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PSU是美国的Pan State University 是他们过来传授一些教的方法 然后我在摘要里面 实际上是分了这样一个段落 待会儿和大家分享的是分三个部分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 实际上是现在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传统的教学是存在一些局限的 然后我将从两个方面 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主要是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部分 最后有一张slide的讨论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符合 我们的教学方法 是符合科研的一些本质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近三年的实践的效果 应该是很不错的 因为近几年因为美国的经济 欧洲的经济都不紧弃 所以申请出国是受到蛮大挑战的 但是在近三年我们一个学院 他每年进的本科生是110位左右 但是他能保持自主科研的项目 都在20到25位 所谓的自主科研 不是研究生指导下的科研项目 是学生自己提出来 依据课题组的强项 或者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所以他的要求实际很高 因为我们没有统计在研究生指导下的 科研项目 以及学生团队的创新的一个项目 仅仅是学生自主科研 就是一个人的项目 然后他近几年有一些奖项 所以他们也去参赛也拿了奖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因为这些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 然后而且是拿到全奖出去的 所以他们的科研经历 使他们在申请中占据了相当的优势 然后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传统的教学 实际上我是这个绿点 在上面传授 然后我在那边讲半天 然后尝试把我所学的知识 通过某种方法 交给那些红点的学生 这是一个单项的过程 然后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 可以看到 我是戴了博士学的一个帽子 我在这讲 然后水池 这个灌水的速度也是很快 大部分流走了 然后我当时 实际上在两三年前 我们做过再测试 也就是说 这个期末考完试了 下个学期 你一个学期没接触 这个专业课的学习了 我再把你请回来 因为又要用请字 因为学生没有义务 再来参加这个考试了 但是百分之六七十同学 还是很有兴趣来再测试一下的 那个情况是很不乐观 然后实际上我们是白讲 基本上是白讲 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他进了个课题组 然后进了遗传学的课题组 遗传学知识很好 进了细胞生学的 细胞生学很好 当然他在用的过程中 把知识又进一步的巩固了 然后当时 Justin Fandos 是先请来的人 后来PS有的老师也 他们强调的是一个 interactive learning 关键词是个active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不仅仅我这个绿点在传授了 这个过程还是需要的 他强调的是 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 当然你想 学生之间互相学习 可能就是一个讨论 但这个讨论 实际上在课堂上 没有办法 很有效地组织起来 然后你说 当学生下去讨论 学生一下课 当然到另外一个课堂去了 他要参加别的学习去了 学生很忙 所以我们要在课堂上 创造一个讨论的范围 提高学习的效率 这是一个挑战 然后也就引出了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关键点 或者说一点 就是说教学应该促进学生的 主动学习 那么主动学习 对我们科学传授来说 因为生物学属于一个科学 传授给过程中 我要定义一下这个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 它不是一个学生的观念 就是说 学生不是说我要去学 有这个主动性就算主动学习了 而是他在课堂上参与 整个课堂的过程 主动学习的观念提出 应该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在书面画的文字 是这位老先生 也不老他 然后写的 然后他说 所谓的主动学习 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参与教学过程 不是说他主观上想学 而是说他动 他要make something do something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听 不仅仅是做笔记 今天早上三个kino里面 两个kino都提到这点 学生要动起来 他的手动起来 然后他互相之间要交流 这是一个主动学习的概念 然后在我们生命科学学院里面 我们采用的模式 是有一个创新培养基地的方式来做的 因为你不能够 对所有的生科院的学生 采用这种方法 因为万一教坏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 完成教育不给我们的任务了 所以我们用的是平行班 采用课程群 对一部分的 有科研需求 或者今后想出国那些学生 采用这种教学的方法 因为我们觉得 他们的主动性最强 是主观意识上的主动群 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 采用主动教学的模式 促进他的学习 那么我会分两个方面来 一个是在理论教学方面 我们采用哪些方法 会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然后在实验教学里面 采用哪些方法 因为生物学毕竟是包括两个方面的 首先先想谈一下 在课堂教学的 也就是理论教学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 这边是一张表 可能有一些地方 很有刺激大家的意思 可以看到我们一方面 学生可能学的时候 是一天一本书 一个周 一个学期 就在期末考试周的时候 完成了学习的任务 考得可能还不错 因为它可能短时期 在那起了很大作用 然后这个是考试以后 就全忘掉了 我们再测试 实际上是支持这个结论的 而我们高校的老师 比如说我在前几年 就在上面讲 然后我说我要提高我的技术 就是我要把语气 或者说把我的声音 高低起诉动起来 然后我可能要不时地走一走 然后可能到教室转一圈 这些都是一个教学的技巧 我们的老教师传授给我们 但这样仅仅是不够的 因为你是单方面的 想让学生学 而我们会单方面的人 我讲好了 学生就听好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 尤其是在第三解课 有些专业课是三解课的 学生就昏昏沉沉了 然后学生关注考分 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如果只关注考分 没有把我们想传输的技能 技能传授掌握住 只抓住知识点 实际上不够的 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 已经有一个在线教学 有一个混合教学出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曙光 因为生学知识 和刚才董老师介绍物理学知识一样 知识体积很大 知识点很多 如果你想做新的东西 知识点又没传给他们 那就出问题了 因为期末考试 平行班一来 那个知识点没讲 它就不行了 那么对于混合教学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我们提供网上的视频 然后我们默认你课下 会把知识点学了 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在课堂上就腾出了时间 不讲知识点 而讲知识的应用 关注知识的应用 是我们或者说 我和一些老师 在那个理论教学中 强调的一点 就是知识应用 是我们课堂所关注的 那么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混合教学 不是一个网上教学 我们还有课下的部分 在混合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不仅有教材 我们有视频 还有互联网 通过这三者的有机结合 我们把知识点 有效地传给了学生 同时我们可以看 学生看视频的频率 等等方面 知道他们已经掌握了知识点 但是我们强调的另外一点 是我们在混合教学中 使用知识图谱 就是说你把视频给他们 每个知识点 实际上是切分成了 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视频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地被碎片化了 书可能还有章节 但是同学好像喜欢看视频 而不太喜欢看书 那么我们是在 每一章的学习过程中 推送知识图谱 那这样的知识图谱不仅仅是关注各个知识点 这些点有视频有章节 我们关注的是章节之间联系 这边举的例子是一个癌细胞的章节 可以看到这个是基于癌细胞的章节 就总结了一个知识图谱 但是这边有和免疫和其他的一些章节的联系 然后学生运用知识点 而运用知识图谱 在看视频和看书的同时 又潜移默化了 我们希望他把知识之间联系起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课堂时间省出来 从而为我们后面做的事情 后面做的事情是我更想讨论的 我们刚刚只是讨论了 如何使用混合式教学腾出课堂的时间 那后面是有一些方法 如何来提高课堂参与度 强调知识的应用 首先我这边举的例子 是在一个普通生物学 就像生命科学导论一样的课程 这种课程面向的是各个理科的学生 关注的是一个生物学的兴趣的问题 我这边举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在讲基因表达调控的时候 是一个属于遗传学的基础知识 我们就不讲基础知识 不讲孟德尔大文当年怎么样了 我们直接用 比如说中间那点 怎么向爷爷奶奶解释 你所从事的表观遗传学 或者表观调控方面研究 这边就是说 我课堂上讲了什么是表观遗传 表观遗传有多么重要 但是你碰到了你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说你最近在学什么呀 你总不能把书上的知识背给他听吧 所以你就需要用形象的例子告诉他 比如说局深淮南则为直 深淮北则为直 就是说你这个环境会影响他 这是一种理解的方式 后面又有个三色的词性猫的关系 就是复旦实际上有很多猫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作为切入点 展示猫的照片 说你能判断它是死的还是熊的 为什么是死的 因为它是有三种颜色 为什么是三种颜色 那就和表观 实际上是和X染色体师活 以及其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相关了 那么我们从生活中入手 让我们的生物学课程教学 实际上它是在运用遗传学的知识 变得很有趣 和它们底蜜相关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需要从理科班里面 把生物的学者招进来 所以普通生物学的课程 起到了 使同学认识到生物学的重要 对生物学感兴趣的作用 从而使他们进一步 投身生物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际上 是一个分组白板讨论的 这是我的细胞课的专业课 在白板讨论中 这个班级一般都是40个人 然后一般是38个36个 可以看到每个班里面 都分成了四人一组的 十个组或九个组 每个组都拥有了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是白板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 做的事情就是提问 提问提出的问题 是和他们所学的知识 基础知识相关的 那么讨论完了以后 我们会有点评 点评的结果就用红笔上去了 这张照片放在这里 是我们在前期一开始的时候用 后面实际上每个课堂都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是 所有同学的目光 都是聚焦的 聚焦在那个 实际上是这块 投影仪上的 那个白布上的 因为他们在回答问题 尝试讨论 这样就使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 达到100% 而且每节课都这样 而且第三节课还是这样 我们通过白板分组讨论的方法 给他们道具 让他们拥有一个拥有感 而且小组有个荣誉感 那么你在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主动地参与进来 虽然这些科学问题很难 那么在设计这些科学问题 或者说参与的问题 是怎么样设计的呢 这边有不同的例子 然后我们使用白板讨论的效果 就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然后直接的结果 就提高了课堂的成效 那么我设计哪些形式的问题 比如说这是一个复习题 前一节课我们讲了DNA复制 讲了各个蛋白质 在DNA复制的作用 而且包括底物啊产物 而我们像下一节课 也就是一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复习的过程 我把原来在教材里面 标识了各个成分 全部用字母 然后用挑战的形式说哪一组 答出来的字母数越多 你就拿到一颗心 这个心会给他们的平时成绩产生影响 他们就主动参与进来 而且组件会较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说需要精确的区分 正在经营和未进行 那么他们自己 就是在公布答案的时候 他们会互相监督 然后进行考核 这个题目实际上比较简单 其实一个纯粹的知识的记忆的过程 后面的一些例子就比较难了 这是一个假想实验的过程 我们刚刚讲受了一个DNA复制需要 有一些蛋白质的控制 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假想实验 如果有一些关键蛋白在 你就有个周期 你把蛋白质去掉 你就没有这个周期 现在我设计了两个实验 把刚才的实验条件进行更改 让他们预测 我们的蛋白质的情况的变化 这是假想实验的 相对的也是比较简单 只要一个分析的能力就行了 再一个能力实际上是一个 真正的科研能力的考核了 我们这边关注的实际上 还是细胞周期的例子 讲了一个蛋白质 是另外一代蛋白质的抑制因子 我们这里是说 如果你为了证明 P16这个蛋白质 是这个蛋白质的抑制因子 你需要做什么实验 它实际上需要回忆 前几节课讲的内容 而我们这边所引用的数据 是来自于真正的科研文献 实验结果倒是 我们当然会暗示它 我们需要检测什么 这些都是提示 帮助他们答题的 而不是无中生有的 这些刚才有三种类型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 第二类问题和第三类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这个 我们三类问题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是完整有机的整合的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细胞周期的设计的 整个流程 这节课 这两个加在一起 是持续两节课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的时候 首先是切入我们的主题 是讲细胞周期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我会稍微帮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回顾的知识在那儿 当我讲了差不多15分钟以后 我直接把这张图 又拉过来一次 这就是一个 课内复习的过程 当然这边没有应用到 很高级的知识 只要记下来就行 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视频 我在网上提供的视频 是一个知识点的 介绍的过程 而并没有这种延伸性的 科研性的知识在这儿 而这件演示的是一个 刚才讲的CDK蛋白的 结构生物学的视频 也就是说不是在网上的 知识点的视频 而是科研相关的视频放进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和一线科研连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 使用刚才的知识 预测实验结果的环节 而预测实验结果的环节 不是直接把挑战给他们 而是说我先给你一个例子 这边给的例子是说 我如果有这个实验数据 我会分析这样的结果 然后我有一个原因 说我是这样分析的 那我介绍完我是怎么分析的过程以后 我就给他们挑战了 现在你有这样一个实验 请你分析结果 当然这个白的部分被我盖掉了 所以就是说你给学生讲 或者要求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有挑战的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给例子的 这边是给了一个例子 然后给他进一步的那个 然后接下去就是我刚才 介绍给大家的那个演示 这个假想实验的 这个假想实验 实际上是设计在这个环节里面 然后假想实验以后 我就进入最有难度挑战了 这是一篇文章的三张图的部分 这三张图 因为理解图已经告诉给大家 然后我请小组依次递进的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三 是连续递进的 层次不断升高的 在讲完了问题一以后 我会统一一下意见 然后再开始意见二 再开始意见三 讲完了以后 这个40个人里面 可能一半的人跟上了 另外一半没有跟上的人 我说你下课再去看原文 因为我直接附在PDF里面 你课下可以去补 通过这种方法 学生就是大部分学生跟上了 没有跟上的学生 课下也能补 但是这些都是科研的数据 科研的分析过程 是十分有实用性质的 然后讲完之后 可能是我又讲了一段时间 然后进入另外一个实验 分析过程 而这个实验 就是刚才那个设计实验 就是如何要检测PC60 一个抑制蛋白的实验 所以我用细胞周期的一个部分 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我怎么样 或者是把那个理论教学 通过混合式的教学 腾出来的时间 把知识应用整合进去 当然我这边想挑战一下 大家可能会用的一个课堂演讲 课堂演讲 本质上是分了组 课下准备 小组派个代表上来讲 那么这边是有一些状态 理想状态是很好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在前几年试了 然后我们现在采用的 分组白板讨论 实际上避免了这个缺点 因为他们有道具 他们要展示 他们的小组讨论结果 所以实际上效果很好 然后这边有个小节 是说演讲实际上 是对他们有要求 但因为没有把40个同学 都调动起来 往往只调动了一个组 甚至只调动了一个讲的人 而通过分组白板讨论 就很不错 你可以看到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带着学生阅读原始文献 原始文献实际上要求很高 但我们是抓重点 我们抓摘要里面的一句话 这篇文章的核心发现是什么 我们抓七张图里面的一张图 关键的得到这个核心发现的图 是哪张图 然后我们抓这个 整篇文章里最重要的实验方法 一句话一幅图一种方法 让我们很长的原始文献经验 从而使本科是能够被接受 能够抓重点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已经实践了很多 很多个学期 因为上下学期都开 然后评教的结果 文字评教都很好 虽然都是大一刚进来的新生 或者大一下半学期 但是他们都听懂了 而且都是得到了前沿的熏陶 然后相关的知识 我讲得很快 因为这篇文章已经发表 有兴趣的可以看 因为它很长 也有很长的例子在一面 小接一下 我刚才讲的 实际上是一个 关注知识运用的理论学习 我们通过很多学习 腾出了课堂时间 把知识点在课下 默认他们已经预习了 因为他们如果不预习 上课会很难 然后选这个课的同学 往往在第一次听完以后 会有退课 因为他们觉得跟不上 但是跟上的同学 都会接受讨战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是会 往科研人才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我想请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实验教学的方法 实验教学的 这个是一个实验室的环境 这是一个真的实验室的环境里面 采用启发式的实验教学 我们不是把一本本子交给你 你照着上面的步骤 一二三四做来做 而是说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而解决的时候 先是你的方法 就是学生的方法 我们不行 我们再改 改了以后 最终把问题解决了 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是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 是要充分了解 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实验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评估说 学生是什么水平的 然后我们还做一个基线测试 就是你们进来 你们觉得达到什么水平 然后第一次实验 是一个评价性的 也就是我们的助教和老师 会看这些学生到底怎么样 三者加在一起以后 我们会微调我们的教学目标 这边举的例子 是一个细胞转染的教学目标 就是说通过这个实验 要能够做细胞转染 而且能够摸索最佳条件 那么有了教学目标以后 我们就可以从前入生来做 还是以教学细胞转染实验为例 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原理 我们分组讨论 确定怎样的实验 然后不同组间还要分享 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并不是我告诉你一下三次 而是一个由涉及问题引入 我们要做的实验的那个环节 那么举的例子 是以刚才的第一环节为例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细胞转染了 转染的本质是把外源DNA 导入细胞里面 然后使它表达出来 要做这件事情 我直接说 我把纸粒和某个东西混在一起 15分钟以后加到细胞上就行了 这就变成了coco book 也就是烧菜一样的 给他们介绍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做的实际上是说 你有一个蛋白质很感兴趣 你想研究它的定位 所以你需要怎么办 然后有人可能说 我直接买抗体就行了 那我会引导他说 万一抗体没有 万一我们这个蛋白表达很低 抗体没法看 然后导到我要它的方向上去 接下去就是表达外源蛋白了 然后就到融合蛋白怎么表达 如何把DNA引进去 然后DNA引进去 有多少方法 通过递进式的问题 使我们的学生 自然而然地导到 我们要做那个实验上去 然后导到那个实验上以后 我们就实际上要提供 学生自己设计实验了 不然还是我的实验 而不是学生的实验 为了让学生是一个 学生自己的实验 他们会有个小组讨论 然后说我要一二三四的东西 老师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就可以做 然后可以看到 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要额外有标准量 然后因为那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一系列的实验 他们之前已经有了DNA 但是万一这个组的DNA坏了 就没法做实验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标准量 而这样的实验 是提高了我们准备实验的难度 当然学生的成就感 或拥有感是很强的 他们往往会通宵 当然我们不鼓励 我们一般是六点钟下课 或五点半下课 那么在这样的实验过程中 一个是通过自主实验 给他们所有权 让他们有很强的想法 去做这个实验 第二次有个自我探索 如果不给他二次探索的机会 就是他就是要去百度了 要去问学长了 问来的方案做一遍就成功了 对他来说实际上 不是一个真正科研的过程 所以我们通过的是一个 二次探索的方法 然后让他们 就是探索 实际上二次探索 就有一个重复在那 那么核心技能就是 这个加试剂 D试剂 他们是做了好多次的 而因为有个探索的机会在那边 所以他们第一次 往往喜欢试自己的 他不管别人的 我们小组讨论出来这个方法 我就要试 试失败了 没有关系 但后面改好了 他们成就管会更强 第三个 你可以看到我们 充分地把那个打分的机制 给他灵活化 第一种打分是 英文里的formative 也就是我们评价性的 你做坏了 哪里做坏了 我们告诉你 你要往好的方向改 然后后面是个评价性的 就是最后一次时间 我们要打分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合理 学生也很乐意进行尝试 那这里就设施一个打分环节 我们应该是有时间 把这个打分环节展示 所以打分环节 往往一个老师是没法完成的 助教和教师一起做 那么万一助教打的分高 老师打的分低 学生之间就不满了 所以我们在开课之间 实际上是明确哪些步骤打分 而且这部分打分是怎么进行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 不仅是不同 师生之间 就是助教和老师之间 打出同样的分 而且不同助教之间 也要打出同样的分 那这样的话 在我们那个启发师实验教学里面 一个关键点 实际上我们认为 花了最多的时间的 是一个细致明确的 没有奇异的评价系统 而且这个评价系统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就给了学生 给他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那边 我这边举的例子 还是一个细胞转染实验的 评分细则 可以看到它的分数是1234的 然后细节归到了各个细小点 为什么是英文的原因 是我们认为科研实际上 是一个用通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 所以我们所有的 这个系列课程 都是用英文来准备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有很明确的打分点在那边 那么任何人 经过本科训练的人 接到这张表 就能打出一模一样的分 而这些学生实际上看了 也知道自己估计能打多少分 然后如果老师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站上看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课程 不仅仅我一个细胞生物学在做 而且我们的生化遗传也都在做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有一个网站 然后主要是通过启发师教学 小节一下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分享的两个经历 一个是我们关注 知识运用的一个理论教学 而我们采用了一个启发师的实验教学 然后最后我想用一张slide 来小节一下一个讨论的一个部分 我们想培养的研究人员 是从事科学研究的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这么多关键词 那么你要培养这样的科学人才 你就需要在科学教育中 把这些关键词引进来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过程 严谨实际上是对以往知识的尊重 对以往知识体系的充分的掌握 那么我们采用的方法 就是用混合式教学 有视频 有教材 它可以反复看 我们用知识图谱帮助他们 拉紧各个知识点击这些联系 第二个是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你要在本科阶段 养成一个批判性的词 不能以书为圣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用分组讨论 学生之间辩驳 我们用原始文献作为例子 用原始文献往往1990的文章 被2000年的文章反驳了 所以我们先讲1990年 再讲2000年 他们看到后人反驳前人的经历 他们自己也有勇气 去推翻前面的人 第三个是一个实验性的科学 或者是一个创造力的能力 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理论和实验教学中 就采用启发式的方式 赋予他们自主权 然后最终推动他们 进入自主科研的状态 也就是自己找老师 做自己的课题 然后后面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生院 进行深造 然后小接一下 实际上这件事情 实际上已经操作了十几二十年了 最近一期 二十五年 Nature实际上有专门的专刊报道 讨论科学教育应该是怎么做的 我们做这些事情 只是针对了一部分的同学 而实际上这篇文章关注的是 对所有的科学教育 都应该采用这种思路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